我们现在已经到左供县了 然后呢先加点油 这个西藏左供这边的油价九五是九块五毛七 比我们在成都要贵好多 在海拔五千多的东达山啊 大概堵了差不多有两个小时 都把我给整高反了 哎呀我现在就是有点恶心 然后头有点疼 本来呢想说在左供那边有一个露营地住车地 可以就是在那边住车嘛 但我发现我好像不行 因为这边差不多有海拔三千八左右 如果本来就有点不舒服 还要搬东西啊什么的 还肯定我我觉得还是还是不太行 还不如在这边找个酒店 然后我们刚刚在这边找了一个可以吸氧机的酒店 它有制氧机的嘛 就我们两个人都能用 我觉得还算可以吧 因为两个人都会有都是稍微有一点点不舒服 加上昨天晚上吧 可能也是因为没有睡好 昨天晚上不四点半就被人吵醒了吗 就可能就是在这种高海拔的地方就容易高反 哎现在我的头都晕 还有点小恶心 刚才吃了点布洛芬 好像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我们现在把行李整理一下 然后酒店的房间还不错 我们去今天马上就住那里了 我们现在已经进房间了 这个就是制氧机 这个酒店呢是个新开业的 环境呢倒是还可以 就是房间稍微小了一点 但是好在呢它的床单都是全新的 还是不错的 就是唯独呢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有一点不好 就是停车位太难找了 我们那个停车的地方好挤啊 它应该算是 左供像类似于县城 比较市中心的地方了 旁边呢有很多 吃饭啊超市啊都挺多的 而且特别多的酒店 这里到处都是酒店 我们一会儿溜达下去看看吃点啥东西 门口有早餐了不 我现在把它的制氧机已经开起来了 看看怎么样 我感觉有气 我感觉它这个制氧机的这个氧气的出来的量 还没有咱们那个氧气瓶出来的量大 是吧 嗯 现在已经 已经插上了 哦 这现在流量加起来以后就感觉 那个气体嗖嗖的往我鼻子里面喷啊 你看这是五 它的流量是五升 氧气浓度30% 就这种感觉的 就有点像是我们氧气瓶往我鼻子里喷氧的那种感觉 嗯 刚才那个实在太低了 东达山啊实在是海拔太高了 而且呆太久了 把我都搞成这样了 彤你啊 这不是你的窝啊 去那边 这俩倒是挺安逸的 他们倒是到哪都没反应 你说狗是真不会高反了 但是彤你今天下午在东达山的时候 舌头有点发 嗯 它的舌头是会刺的 我们现在来到楼下的一个兰州拉面啊 其实是新疆的菜馆 进入西藏以后啊 就发现这边的物价确实是贵了啊 你看油已经变成9块7 9块6 快10块钱一升了 对 9块5毛钱 9块6毛钱 就最起码贵了1块钱 比我们内地 对 然后这里的菜价也是真的不便宜啊 你看 香菇菜馨40块钱一分 然后随随便便什么酸辣白菜呀 土豆片啊 土豆片 冬香土豆片 40块钱一分 嗯 家常豆腐没有肉的 我刚才都问过了 没有肉的 40块钱一分 我爹个妈呀 这是属于素菜类的 嗯 所以之前都说新疆的物价高 就是这样的西藏的话也不便宜 对 确实不便宜 哎 我觉得以后我们还是自己 多做饭吧 哈哈 红烧牛肉面来了 嗯 是25块钱一份的面 嗯 这个 嗯 比我想象中的牛肉要多一点 嗯 25块钱一份还可以吧 嗯 还有蔬菜 对 相对来讲 这一份25块钱的牛肉面 我觉得还行 嗯 这道还行吗 嗯 还可以 面墙倒是精心倒的 这个是炒面片 感觉 也是25块钱一份 有点辣的样子 你能吃得了吗 他说不太辣的 嗯 我主要觉得他夹不住有这个面片 你得拿勺子吃嘛 嗯 但他给我拿个筷子 难道面片都是这么吃的吗 味道还可以 进藏以后啊 这个物价就是确实是有点高 比我们在雅江最起码高了一倍 比方说我们看个麻婆豆腐啊 我们在雅江也就20块钱 对吧 有肉的那种 有肉的那个麻婆豆腐 他这里要38块钱 嗯 差不多是40块钱吧 就翻一倍了 然后你看那个什么小青菜啊 炒一个青菜油菜都得40块钱 嗯 就最起码翻一倍啊 我们吃完饭以后啊 从面馆出来还看到两位民工大哥 在那边吃面啊也是点的这个牛肉拉面啊 那相对于来讲 如果说像按他们的这种消费的话 比方说一天两顿 对吧 正常情况应该是三顿 我们就按他两顿来算 一碗面25块钱 两碗面50块钱 一天光吃两碗面就得50块钱了 那他们的工资得多少钱才能够 对吧 跑到这里工作 然后 嗯 所以我也挺好奇的 如果大家是左供的 或者是说对这个地 对藏区这边 比较了解的朋友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一下 就是一般他们这边的基础工作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工资是多少的呢 我觉得少说也得5000起步吧 嗯 对不对 要不然的话你说这消费 我觉得挺也是个比较大的负担 而且你看哦 就像我们刚才去超市买了桶水 呃 我们看到李资源 对吧 正常情况下我们是5块钱一瓶 他这边有8块钱 所以可能左供会比较贵一点 所以说其实真的我们也挺好奇的 是因为是整个藏区这个价格都是比较贵呢 还是说就是左供会偏贵一点 当然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个话题啊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去巴素啊 包括波密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一下这个物价的问题啊 到时候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